就表示這間保齡茶是十斤有毒的 是這個毒的來源在哪裡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查廚師的手 還有砧板跟刀子 哪一個的濃度最高 濃度最高的最靠近源頭 不過我是看起來 它既然砧板跟刀子有 應該是食材的問題 比較不像桌料 就是說是不是它的材有 刀子就割到 來刀子割到砧板也割到 濃度比較高 它手不再摸到 它的濃度比較高 直接就是你拿去刀子 割到砧板跟刀子 是不是手濃度比較高 砧板跟刀子都比較高 心理有數 人家說 怎麼會是這個 所以它競得清清 然後我釣在那裡的手 所以它競得鹹酸米硝金酸 不然你經過四天 你又沒有中東 你又沒有洗手 這不可能 你如果一開始就摸到米 經過四天你就不忘記了 這個檢體是有培養液跳過的 然後都可以驗到這個米硝菌酸 那我們就可以證實 這個米硝菌酸曾經出現在 保齡茶室A13店 手上有 一定是它去摸的某一個食材上面有 可能是這一個廚師碰的最頻繁的東西 這應該就是來源 那就是果條 目前看起來 的確是很可能就是這個 開始了嗎 來 要問一下先開始 因為現在是帶著手 砧板跟菜刀 我聽一下手一下 實在是很涼 那問題是那些菌為什麼會在那個環境上面跟手上面 就表示這間保齡茶室10點是有毒的 是這個毒的來源在哪裡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查廚師的手 還有砧板跟刀子 哪一個的濃度最高 濃度最高的最靠近源頭 好 還有一個疑點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廚師三四天都不洗手 那他怎麼沒洗 很厲害 他也會中途他手 奇怪的人是他有抵抗力 采的血清來這塊 我可以抵抗重症的病人嗎 不然這樣就奇怪了 他說3月20號沒人中毒 這是怎麼說的 是 就是說這個3月20號 他是不是找一個桌料 找一個食材不去營造 所以這是我們自己要查的地方 比如說19號有 那20號沒有 那20號他又跟1922 1922日裡面所用食材 哪一個在20號沒有用到 是不是這就是源頭啊 就是說你這三天 只有中途這天 有沒用就找一個食材 這個食材是不是源頭嘛 不過我是看起來 他既然砧板跟刀子有 應該是食材的問題 比較不像桌料 是說也是有可能啦 你桌料在用的時候 是不是沾到你的手 對啊 那你再用一個菜刀也是有可能 這個在那邊說 但是我覺得 桌子沾到 這手菜刀跟廚師 手菜刀跟砧板 哪一個濃度最高 它的源頭最靠近 就是這個啦 這個是重點 我是不知道可以採 這個它的那個 量的多刮 濃度多刮 那知道應該是水的源頭了啦 意思就是說 廚師他手去摸到 對 對 就是說是不是 它的菜有 那刀子就割到 對吧 那它刀子割到 砧板也割到 那濃度 如果比較高 它手不再摸到 它的濃度比較低嘛 那你直接就是 你拿去手 那它割到砧板跟刀子 是不是你的手濃度比較高 這砧板跟刀子 都剛才比較低了 用這樣去推測 看是不是會準啦 不過我從頭到尾 我也是感覺 那些塗料可能很大 怎麼會這樣 你食材 現在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食材的話 那可能就是 有一個外來的 那個思路的東西 就是越南的米 米煎粉 粉煎粉 它是越南的 直接進來 但是重點一點 很麻煩就是說 它有可能一包 有那個米椒進酸 但是其他幾十包沒有了 是不是只有單一包而已 所以 這些保齡茶室 有去中毒 那白金沒有 白金給我 也有進這個東西 但是剛才幾百包 幾千包裡面 剛才一兩包有而已 這樣很麻煩 他跟白雲都拿到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 唉 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灰燒燒燒 我也不太曉得 因為我沒那麼厚油 不過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你看大家還有什麼意見 不要再問 他為什麼那個廚師沒有發病 是啊 我現在就是在說 他沒有洗手 這是第一點 看衛生爛肉 洗手應該會落 他會丟四天 三、四天 對不對 第二 他說他怎麼沒去接 他不要用手去拿麵的 他都拿去拿去看 是不是這樣 不會揉眼睛揉鼻子 對啊 但是這種好像看起來 比較不會再黏膜吸收 對 看起來 皮膚比較不會吸收 我的感覺 好像這個毒素 不像農藥 農藥就很糟糕 你只要有經過這個黏膜 還是皮膚 他都直接吸收 所以你隔到手 你隔到可以買中毒 這個毒素比較沒那麼厲害的 好像他沒有辦法 經過我們的外表 去進入我們的身體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手摸著 他沒有中毒 不然他帶到中毒 對不對 有可能是這樣 這是說這次因為 有人死 所以才會嚴重 還死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 對食安運很注重 所以 他又有可能是不是外來食材問題 所以大家才會越恐慌了 不然以前我也有看過 我20 去年以前1986 也沒發生了 1990 90的樣子也發生過 是那個罐頭 那漏土乾淨的罐頭 去出事 我們只剩下兩次 發生面筋 跟一個硬發生 因為在公共在做的過程 他就有 就有產生漏土乾淨 不是手感染的 他是在罐頭裡面 阿巴掌不知道開了 扶負一下 他就說沒關係啦 吃了就死了 第一 1986那次是死了 好像死一個重症 後來不知道怎麼樣 我那個直接就死三個 就是歐巴掌吃那麼多 像餐廳就死了 知道啦 八點吃 十一點就是死 一個餐廳三點 就也出事了 一個雞工 吃最少的雞工死了 也去找到那個罐頭 我才知道已經 已經工廠 他不是跟那個罐頭 他每顆都有 很多顆都有 所以才找到 就要禁止 這馬上叫他停產 所以高醫師 那個廚師有可能染上那個菌 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就是說他在切菜 他在蒙作之後還是怎麼樣 其實他就有染到這個米小禁酸 是不是濃度不夠 所以他沒有死 不然照理說 你三、四天後才去查 他還有存在 是表示三、四天前 除了他都不洗手 三、四天前他就濃度很高 他怎麼會沒什麼 這個我實在很存在 是不是 還是他發現出事了 他還要去經營那個食材 還是那些佐料的時候 還要去展覽到 也是有可能的 這點我這樣想起來也比較準 他不可能四角都不洗手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 他聽說出事了 他還要開始快的 把他處理好好的食材 這裡裡面還有 真的有橄欄 麵小禁酸的米 都會去點到的手 這個砧板跟這個砧板 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他的手都會去摸到 都會去摸下去的 所以他的研頭 是他在整在這裡 手上橄欄之後 才去橄欄再到 跟這個砧板 這樣就變 順序就倒閉了 所以我不是說 你找到這三個 有米小禁酸毒素的東西 你要找看看 哪一個濃度最高 濃度最高的 就是研頭 接近研頭 最近的一個 一個東西 手、刀子 還是砧板 那砧板像這個 就是拿食材來的時候 那個食材就是有得到的 不知道要丟在砧板 你用砧頭 找這些有的時候 就是不需經過 菜頭處理的東西 才有米小禁酸 毒素 你去手有的時候 看你是問到什麼 但是我不對頭 我就說 有可能這個廚師 因為他換廚師嘛 本來以前有一個廚師 他沒有換這個 新的 這個新的是不是 比較喜歡 他比較喜歡 比較特色的食材 這裡去圍著 那些特色食材 他很久沒用了 然後裡面多少米小禁酸 是不是這樣可能成了 習慣不敢 因為頭前那個廚師 可能他都用這樣管食 米在旁邊 他比較沒用 所以放在旁邊 這個辣的 他覺得 這個我有在用 這個裡面有多少金酸 當然我不是說他故意 他有可能不知道 怎麼說這可以用 所以這裡很感染 可能性也很重 所以問這兩個廚師的習慣性 或是後面的廚師 有特別去用到哪一個佐料 或特別用到哪一個東西 的話 可能要找源頭 會比較 比較容易一點 這可能性 是不是比較大 不然經常打者府也不是辦法 還有重點的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北京食堂都沒有 還有這間保齡茶室的周圍的食堂 也都沒有得到 所以表示 那個毒素 並不是 並沒有 因為老鼠 那老鼠是不去吃 那吃他就到處走 所以每間都會感染 散染 所以從這裡看到就知道 這個毒素 有可能不是很多的 可能不是很多 對啦 所以少量而已 剛才第一間茶室自己發生的 所以我就從頭到尾 其實去找這個源頭 實在不困難 有可能是外來食材 不是我們台灣的蜜 這個我可以保證 可以認為這個九層是外來的 絕對是從頭到尾都一樣 應該是不對 因為這個蜜 因為我們台灣以前也沒有人家 你現在發生也是跟他這間 這間是不是 因為他是馬來西亞華僑 所以他可能比較喜歡 用馬來西亞或他們外來的食材 所以才出現這個問題 我們台灣廚師就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就沒有用那種蜜 他們喜歡用那種東西 會比較容易發生的背景 所以從頭到尾都要注意 我是覺得擴散而已 擴散說這個蜜 橄欖的米小菌酸的這個塗料 還是這個食材 有這個米小菌酸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 幾百罐裡面 剛才有兩罐還是三罐 有的這罐把零茶室先蓋起來營 所以大家中獎 除了那兩三罐 是不是有 但是要不要營到 所以要不要出事 現在如果真的又營到就糟了 對嗎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真的查到這個有 所有這個進來的 所有這個食材 全部要禁止 因為他不可能整百罐都感染嘛 有可能一兩罐而已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來查到沿途 要種金 不是跟我說這怎麼這麼好 他不可能整百罐都會 整百罐都會 現在早上是大家出事了 是不是大家在餐廳都會出事 這就有話說了 廚師也有刺蜜 他自己煮的也有刺蜜 是呀 刺蜜 怎麼沒問題 沒問題 所以 廚師也是第一個原則 所以 所以我說就是說 他可能十九二十二 禮我們二十去營他的手 跟他的砧板 是不是 他在這幾天出事以後 他知道快點 要去收拾這些東西 可能有米喬俊宣的毒素的東西 手跟砧板跟鑊子傳去沾染到 才讓我們查到 這樣會聽到 就是他要毀私密的機會 對對 被沾染到 被汙染到 因為整二十六十年是汙染到 就只要汙染到 他帶就不去 可能後面在清理這些米的時候 有可能傳去摸到 裡面我們去做做運 那也都要好運 我們去找食材都找不到 怎麼在那裡的手跟鑊子跟砧板有 是不是 他在穿什麼米的時 然後去感染到 所以要把我們查到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 並不是很常見 所以你還是認為廚師知道是哪一個有問題 我的感覺 他不是知道 他心裡有數 他人家說 他不會這個 所以他趕得清淨 然後我丟在那裡的手 所以他趕快檢查米喬金山 是不是這樣 可能是有 不是 不然你經過四天 你如果不中東 你又不洗手 這不可能 你如果一開始就摸到米 經過四天 你就不怕了 你也 你也吃到 你也洗手過了 所以是不是清淨的過程 又去展覽到 再再這樣驗到 可能是 齁 好